价格相差5倍的零食鱼鱼头有什么区别 买回来了 左边的鱼鱼头 大牌子水一方的 200克装47块 右边的鱼鱼头 则是我随便找的一家 价格非常便宜 500克 只要23块吧 同样是鱼鱼头 当价来说的话相差5倍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打开看看 里面就是一个锡纸包装的一个鱼鱼 这边则是独立包装的 先来看配料表 这边是贵的 第一位鱼鱼头 然后是植物油 白砂糖 食用盐 辣椒味精 芝麻 香辛料 看得出来 这个配料表还是比较干净简单的 缺点就是保质器只有15天 而且是开袋及时 再来看一下便宜的这边 第一位依旧是鱼鱼头 除了这些传统的之外 还有一个商鲤糖醇 并且有温馨提示 鱼头味去嘴去眼 这个保质器就久了 12个月 两边都是开袋及时 咱们也不加工了 直接倒出来 一打开包装 一股非常浓的辣椒味 没想到200克卷有这么多 然后是便宜的 咱们也倒差不多的量吧 来对比一下颜值 这边是贵的 然后是便宜的 便宜的这边都成一坨了 为了美光 我还是微波炉热一下吧 OK热好了 不得不说 同样是鱼鱼头 差距也太大了吧 来夹一个对比一下 一边像大学生 一边像幼儿园 为了避免油摄露见囊 咱们先吃便宜的 粉丝先吃 咬一口里面很多这种硬硬的东西 每一只都有 这应该是刚刚写的那个鱼嘴和眼睛 味道的话很真实 巧味料的味道非常重 基本上尝不太出来 鱿鱼的味道了 嚼起来的口感粉粉诺诺的 非常标准的便宜零食 香腥料的味道非常重 比较咸比较辣 食物的本味不太明显了 再来试试贵的 虽然说一包只有200克 烫着还挺多 居然保留了那个鱿鱼原本的那个口感 还带点Q糖 怪不得保持期这么短 确实吃起来很新鲜 没有一点鱿鱼的腥味 嚼起来这个鱿鱼肉 香腊肿带点那个鱿鱼的鲜甜 个人认为 这鱿鱼肉还是要Q糖的比较好 不然的话 你怎么知道你吃的是鱿鱼 吃完贵的再是便宜的 真的很难入口了 OK 做总结 不得不说 临时鱿鱼头 确实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价格不一样 鱿鱼的品质差距也太大了吧 虽然说这款吧 确实便宜很多 当时还是建议大家 选择贵的这个水衣房吧 吃起来的体验差距太大了 贵的这边剩 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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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